很多朋友问我这个罗汉松能不能牵插 你看一下这个就是牵插苗 牵插苗的话我们之前的话是剪断的 剪半级来牵插的 这个是剪出来的参考 现在的话同样长出了 包括旁边这些都是牵插苗 说一说的话这个罗汉松可以牵插的 现在的话都长出嫩芽了 这些的话都是牵插苗 很多朋友说用什么机球牵插是更适合 来我们去看一下 带你们去看一下 怎么样去选机球 如果说我们想拿机球去牵插的话 像这种小机球 这种机球是最容易成活的 包括这种这些 都是非常容易成活的 我们拿去牵插的话 就是这种机球 我们在这里剪半级下来 剪一个机球下来 给大家拿去看一个 剪下来的机球的话 我们首先拿去处理过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剪回来的机球 首先的话要知道这个机球 剪回来以后 我们把这个一挤给它摘少点 因为一挤多了会吸收水分 对吧 像这种刺牙的话 我们可以撩着 这样子摘少一挤 我们就拿去剪刹 我们剪刹之前的话 一定要记得 去蘸整这个生根液 生根粉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用这个 像这种啊 这个是红泥 红泥浆水 我们在里面低上一点生根液 这样低上一点生根液 然后的话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把这个机条 把我们这个要牵插的机条 好比这个机条 如果说上面这个这个切牙啊 多了 我们可以可以去掉 不要只要顶端的啊 只要顶端啊 这样子以后的话 马上去啊 给它浸泡啊 三到五分钟 主要啊 可以牵插 我们牵插的时候啊 直接牵插到核杀里面就可以了啊 像这一颗的话 我们是牵插成活的 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的话 挡出很多的一些嫩牙 对吧 这个机条的话 还是蛮蛮粗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机条啊 这个机条的话 还是蛮粗的 但是的话 它同样啊 能够牵插成活啊 实际上 现在秋天啊 这个机器的话 也是非常适合牵插啊 有很多朋友的话 如果说啊 喜欢玩这个罗汉松 做盆景的话 但是的话 没有没有小苗啊 可以拿个机条去牵插 对吧 啊 现在的话 牵插以后啊 放在英明的地方 然后保湿啊 一定要记得啊 我们啊 经常给它修修毒啊 用这个多精灵给它修毒 就给了 哇 哇